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12日 今天我想講講一件事 就是大家那一種在強積金裏面 可能擁有的股票 叫做盈富基金 管理盈富基金的是道富環球 在1999年時期之中 香港政府將曾經在打大鱷時 買到那批籃籌股 交給他 就成為了一個盈富基金 給他管理 管理費用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 道道彥章來說 應該是由香港政府付出的 所有基本美國的投資者 如果買盈富基金的人 你只需要付出經紀佣金 並不需要付出盈富基金資產的管理費用 而當時香港政府其中在法律文件上有要求 就是要求盈富基金 管理者就是要求盈富環球 他要將管理的時期之中 他要因應之後的可能性分股的變化 或者等等價格的升跌 去作出跟蹤調整 所以要盡量使它配合到恆生指數的走勢 或者是一個價格的 現在美國是需要制裁有幾個電信股 及其他很多的股票 而這套很多的股票 都會是在恆子成分股裏面 是佔一席位的 有些 現在 道府環球 它說 會因應美國政府的是政令 而不再買賣中移動 中電信 聯通 級 當然了 你可能對以後 凡是美國政府指令 說你不准買賣那些 你就不買賣了 我想請問 扣除所有這些被禁錘的中資股 政府在恆生指數成分股裏面 還剩下什麼呢 那那隻 是不是就是恆生指數的全部呢 賢富基金嘛 肯定不會了 即使說 一 它應該是違反了 當時香港政府給它的捉托 法律要求 是要PARA 跟蹤恆生指數表現 第二件事 作為 我們是一個刑戶基金的持分者 你將 我想買刑戶基金 就是它跟著恆生指數嗎 你扣除了之後 就等於斬了它的腳 斬了它的手 這個刑戶基金就不能跟蹤恆生指數 因此它是誘惑我們的所托 我今天的文章 在經濟的文章是要求 如果在杜甫銀球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很簡單 交出經理權出來 我們寧靡他人 有人會問 喂 不行了 因爲這時候 美國政府證明 可以 你有兩件事做 一 你不要做這份工 二 你寫一件事很簡單 凝負基金 不適合美國投資者投資 這樣 就讓我們香港老子自己玩 我們買不起嗎 所以 我在這裏 亦都很好表達 一件事 希望 螢富基金 那個是 有個監督委員會的 他們嚴正考慮 因為 如果 杜甫銀球 真的要禁跟美國政府指令 Thank you 拜拜 斬攬 收工 我們寧靡其他 的是管理人 因爲這個禁令 只是禁止 美國投資者 不是禁止香港投資者 杜甫銀球 記清楚 你的老闆是我 地的這些刑副基金持有人 記住 你的老闆不是美國政府 那隻刑副基金是叫做 Tracker Fund of Hong Kong 不是Tracker Fund of Trump 更加不是Tracker Fund of USA 很簡單 香港政府 及 刑副基金 監督委員會 你有責任 保障香港投資者的利益 我意思特別是 刑副基金 香港投資者的利益 美國人買不買刑副基金 他們的自由 好像貝爾加雷德 貝爾巴雷德 他說他要把這個基金 裡面很多東西 扣除了 不准買這個中移動 可以的 這是他們的選擇 因為香港政府 和我們這些投資者 並沒有一個法律條文要求 他們 是要為我們服務 我們現在就算都有 這個是MFCI 亞洲的指數等 是要Ex-Japan的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有一件事 一 有一隻是大中華基金 是沒有了 這些被禁制的紙票 也有一隻大中華基金 是有這些被禁制的紙票 那就是AB 我們香港人可以買那些被禁制的 你們美國佬 就買那些不含有被禁制的基金 那就很簡單 我們看看你的表現將會如何 假如 如果出現這件事是這樣的 其實很簡單 中國現在已經開始 很多的機構投資者 或者是證券公司 他們成熟了 就接了他們的生意來做 是不是 很簡單 我們一定要記住 香港政府一定要記住 中國和美國 將會在未來那10年20年 長期是嘔斗 沒有得退的 你要做的 就是站穩 站穩 這個是你的立場 不要經常說人家長臂元館子 你都被人家去管 那你自己活該 那我不想活該死 那我不想活該死 所以 麻煩香港政府和刑股基金管理階層 做好這件事 這個是保障 我們全部是強積金投資者 因為他們一定會有買到這些營戶基金 是否他們都不可以去做這個 是否他們都不可以去這個 為了我們 為了香港 為了美國政府 而在我們的基金裏面 抽出了 中移動 阿里巴巴 小米等等 若然是這樣 我們的強積金投資者 的利益 就會受到很大的侵害 而香港政府是需要跟進的 說完 恒生支度期貨 在這一點裏面 再說 現在是繼續上上去 摸保利加通道頂 在日線圖上 還是繼續吹向頂 不過 我始終還是說 大家細心留意 阻力是慢慢出現的 這個支持位27660 是要留意 上面的阻力是這個位置 有朋友問 中星控股 中星控股 你看到它 這裏是資金 日出日入 在這個是大手沽的時之中 大手沽再說一次 經濟通的界定 就是一個order 是100萬 這裏大約有 8萬千萬萬 即6億多 這裏 就是有12億左右 所以 在這裏最近的資金 是比率多了一點 不過走勢就不太好 它在P1是17 利率 大約只有1 離島 由於它見了頂之後 就慢慢摸到這裏 去到現在47度 估計它可能還需要去摸 少許底下 是這個通道底 這裏也一樣 當它是鎖頂 這裏又是鎖頂 抗升了 又再鎖頂又再抗升了 大家朋友留意 兩度鎖頂抗升 差不多真真正正 就夠中了 這裏鎖頂 升了一轉 這裏鎖頂 再升一轉 所以這裏再貼近 保力加通道頂的時候 你應該在這裏 考慮是顧頂的 現在下回到這裏 然後看日線圖上面 樣子比較差 之後又是這樣 這個鎖頂跌了下來 這個鎖頂又跌了下來 這樣就開始可能 是甚麼呢 是在找底 在找底時之中 現在看看 它會不會繼續守住 45.7圖多的上面 因此我們就給它低一點 支持是44元 可以 如果你要現價 是要獲利 可以觀望 當然 如果手起這裏 手起這裏 因為慢慢由這裏過回去的話 上回去 這樣就不一樣了 它是真正的沉底完畢 真現在 它會不會沉底完了 我不知道 這裏可能再下一下 我們是44元 有朋友又問 中良家街康 基本上一路有資金流出 到今天 有少少資金流入 這裏只是去到11點 我們現在看看它 去到這裏 大致上大手買賣 今天是評分抽息的 過了幾天 大手買賣 就是沽的比較多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裏 它來到這裏 去到43的時候 跌跌跌下來 去到這裏 它不肯去摸到保利家通道底 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在這裏 似乎應該有些支持 有些支持 它支持的是 它就試圖 在周線圖上 這裏一直這樣 兩個三圖附近 現在向上試圖 我覺得它可能是真正試了幾個底 現在可以去想想它 現在兩個六圖 如果是吸納組的話 上面看兩個八至三元 就是紫蝕位 嚴守紫蝕 是兩個三圖 這個是中良街康的 日線圖兩個月的 你看到它上回去 落回來 接著是中國人獸 中國人獸一直都是投資者 的一個是 心頭的是一塊石 因爲它始終升又不升 跌又不是好跌 當然 一路都是18、22、22、24 然後跌落18之後就是68 現在你看到它最近的時之中 是開始有這兩天 開始有少少資金賣入 今天所流入的資金 只是今早而已 是已經比昨日成日 是多了 現在在淨流入方面 你看到這件事 是多了一些錢的 在周線圖上面 中元棟息率不算高 只有四里的 它的市盈率 等於一些 是比較好的A股 或者其他等等 是四里的總和 在周線圖上面 它是在這裏掌頸 這裏也掌一點點地頸 這裏似乎在這裏 想做一個 整構的形態 因為它已經脫離了 保利加通道的下軸 下軸 在這裏 在六個月的日線圖上 你看到他一路是基本打平行的 兩個月來代表的話 我們看到他握項完之後 他今天是鯉魚反身 是這樣上升去 我們要看看他 明天可不可以再繼續追上去 因為他已經經過一個握項 現在要第二個握項 如果要明天追上去的話 我們看到他會看得到的 就是18.9仙 大約是這個水平 所以在一個相對低位 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香港電訊 即是以前的是8號仔 曾幾何時淪落到如今 這個是周算圖上面 現在是去到大約是9.95 息率是可以的 然後是7厘 所以15倍市盈率 是相對地貴少少 在這點裡 他現在去到這裏 他是試一下低位 上升來再下來 那希望在這裏 可以組織到一個反彈 這樣就上去了 為什麽 為什麽他可以早上反彈 因為他已經可以在這裏 沿著下來之後 第一次稍微 是脫離了通道底 我不知道這個朋友 他問的時鐘 是否也有看過 照計應該是昨天問的 昨天問的話 跌跌到來就是狗 他都未必知道 今天會這樣開拍 無論如何 如果有朋友 可以暫時給他一些日子看看 不過問題有點 要留意 整個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是在下移 下移 現在不是說不可以的 好像這裏這樣下移 你最主要就是離開這裏 離開這個保力加通道 是底部的Band 這樣就可以去到去試 唯一不好的就是 這裏是太窄了 底部的Band 也是很少的 就是這裏 你上回來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中間就是10元01號 所以我暫時只能給到你 就是去到大約是真正 目標就是10元01號 上來之後 再看10元01號 不過要先彈好 彈不到的話 沒得好說 龍夫山泉 叫做水中茅台 其實說什麼 水就是水 茅台就是茅台 你以為你真是造開酒泉嗎 倒湖走下去 這個神馬沒有這樣出現 龍夫山泉 為什麼呢 升得十分之厲害 你看它 周蒜圖一年的話 由開波就可以升到現在 由於是太短 周蒜圖沒有得好看 看看日線圖上面 拿了一次頸 拿了兩次頸 拿了兩次頸 夠時間了 對吧 所以這一點 我估計它應該下回到這裏 下回到大仗 這個位置 就是53度 左右 當然 你可以再定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 這個完全是 山泉水多多 於是自然就會炒到它 又高很多 但問題就是 炒來炒去 你都最終 有一件事 好像比特幣一樣 你真的有價值嗎 水是有價值 價值在於什麼 不是水本身 是它的市場 是市場的滲透 大家現在走到海邊 大把水 你撈些水出來 弄鹽 可不可以有到殘錢 賺不到 那就是人家 真的做了這麼多年的經營 無論在管理也好 等等也好 真真正知道 在國內 誰人不識龍 呼呼山泉水 這樣的話 他賺錢 是有他的道理 不能夠升到多少 賺到多少 不要將它說 水當作酒 寒夜黑內 茶當酒 都加些茶葉 中國人不會這麼欣豬 以水做酒 假極的都叫水酒 好 好 這裡有龍夫山泉 大約是兩個月 你看到 基本上 它可能還有一個反彈 反彈後 我估計 也將會下來 今天推介的是碧桂園 碧桂園是一個內房股 在這點裡 就會有些東西看 咦 阿爺很多時候打壓 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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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都是在這點裡做 最少的 在這個位置 都會彈回上頂頭 彈回上頂頭 不是很多 的確 中間這個位置是9.9 上面這個位置是10.9 只是一元 即是我們經常會有東西 它只不知彈一元 希望它會不會有東西 要給點希望 如果更能炫雞 如果要彈後 即是你不用虧 不望那些就更高 這個就這樣看 最重要是 它會不會已經作出一個好的 足浮縮 迷糊 能對 日線圖上 表現得比較好 因為 你見到它是開了頂頭 開了頂頭 另外這裡是彎上去 保利家通道中軸 彎上去 凡凡通道彎上去的話 這裡握著鏡子 開著在這點裡面 你看看,挺好東西的 現在這裡是否一樣 開著彎上去呢? 因此希望可以起這點 突破了上通道的阻力 是10元 10元半的話 再跟著突破一點點 突破這裡 這裡大約是10元半左右 如果突破10元半的話 希望可以在上面 看到12元左右 所以現在10元 10元遙白 看10元半 你一定會說 哇,很銀珠 不是 我們還要看是後續 我們希望它能夠做好 如果這裡真正能上去 由10元0.28元 升至10元0.8元的話 已經開始立於不敗之地 那指示位仍然是9.7元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要去撿生了,對吧? 那應該去回什麼呢? 去回保利家通道頂這裡 是10元4元 你上了10.8元 我就去到10.4元了 那10.4元的話 你如果現在能夠在10元0.28元就賣了 你將指示位移到10.4元 你起碼可以賺2元吧 希望它就要10.8元再上去 就是12元0.5元 如果它真的去到12元0.5元 那你指示位要等多少呢? 那就等10.8元了 所以希望這裡也是跌下來的一定要走投 但是升了上去的 是要升穿了第一個目標位 那你就望上得床離牽屁蓋 記住有件事 都是要蓋著腳 不要吊吊併,還在床上 就是千萬不要人升了10.8元之後 升穿了10.8元去吃 你還將指示找9.7元 那這個就不會撿生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我們看看 我做了一個同事 和我做了一個少許統計 我第一次推介 亦都做這個紀錄的話 是12月7日 那總共是推介了22隻股票 那大致上有18隻都OK的 有4隻就虧了 22隻股票呢 平均平均 平均22隻 每隻就賺7%左右 那22隻 那希望吧 如果大家做得都好的 持續長跌的 那就是賺多一點 最盡力賺多少呢 真是哄死你的 是賺152% 是不是哄死你呢 當然啦 虧了是賺多少呢 虧了10% 總數 虧了4隻 平均是虧了3% 總數加起來虧了10% 你4隻嘛 平均是虧了3% 3寫12就12了 好了 這個呢 就是這些以前介紹過的 如果你已經有股票拿著的 就像剛才我這樣說 將那個是主賺位 一路的移上 好了 再其他其他朋友問的股票 如果你是要再想問股票 看看這裡先 是不是過了10天 有沒有大價值得到 如果10天有解釋到的話 你不要再問了 除非你問的時候 這些股票已經突然又跌 變了很急升 急升變了很跌 那時候才再處理 好嗎 好多謝大家